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你继续和我们聊天 因为你讲了很多经历 关于你坐过牢 又在人生里面学了坏 现在跟着之后又开始明白到 理解到人生有很多东西你是要补偿的 你是要为了自己所犯过的错 来付出一个代价 令到你可以真的这么深刻透切地走出来 明白这个道理的是什么原因 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里面坐牢到 86到94年 我都是很坏的 我都在里面都是这么坏的 都在里面继续做坏事 见到我家人这么疼我 差不多每次都来见我 打电话又哭 我就在这里想 我就会改变我自己 我在这里想 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人呢 接着我就开始去教堂 去教堂 学会那些做人的道理 还有很多人在外面 那些义工那些人 男男女女进来跟我聊天 开解我 教我 圣经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我觉得最大的 转贴点 我便接受了耶稣基督 我便开始去学会他里面很多的东西 我现在做建筑 嗯 做了很久 都不是很久 基本出来之后就是做这个工作 是 差不多 都挺辛苦的 是 是 就是 就是 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 除了做餐馆 建筑 还有 开车 还有什么做 很辛苦的 但是我最想的是平平凡凡的人 做个平平凡凡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是现在我做很辛苦 是为了下一代 下一代 希望他们会过得好些 和给他们好的教育 没错 那你现在是不断地在工作 做着 你家庭 现在都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我相信你将来 你都是希望能够可以继续 平平凡凡的到过你人生 我亦都相信 因为你曾经有这么长的一个经历 一个这么痛苦的经历 你现在真正地学习到人生里面 知道自己所犯过的错 要自己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 所以今天你这么有勇气 可以能够过来接受我访问 我真的非常感恩 感激你 能够可以在这里和我们聊天 将你的故事 带出来 变成了一个借镜 给很多的人 很多的观众可以看得到 可以明白到 人生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去选择 如果自己走错了一步 就可能一世都回不了头 所以我希望炮哥 你可以和观众说几句 希望有些事情可以公足一下 令观众可以明白到 怎样不要令自己犯错 这样我都可以 希望年轻人 读多些书 读多些书 最重要是 知道每一件事 你做出来 都要想一下 你家人的感受 你不想人家伤害你 就不会伤害人家 最好就是 读读多些书 就会变成了 下次你做工 就不会那么辛苦 就是 信教 你无论你信什么教也好 都是一个好的出发点来的 都是 起码信比不信 但是你自己能够可以 学习多些 了解多些 尽量去教堂 或者去佛教堂 也好 去什么教堂 可以了解多些教 或者会改变 对人会有一个好的帮助 对 而且生活会好些 人生 起码都会教你 知道如何去做成功的人 成功不等于有钱才是成功 成功就是你想做的东西 你做到就是成功 刚才 好像我觉得我自己是成功的人 因为我不是说要钱 我不要面 要什么 那样 那样 我要的是平平凡凡的人 我得到现在是很简单的东西 因为我现在学会有 做事要目标 和计划和执行 去做才有后果才会成就 没错 那样我就觉得我现在是 都是算是做得好 谢谢 炮哥我 真是很开心 能够可以 由你上来和我们 谈今次你这么深刻的 将你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 可以和我们说 那我相信你的一些人生经历 真是可以给到我们很多广大的观众 可以有一个教育 可以让他们知道 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是要自己去选择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 曾经有犯过错 曾经有过这种经历的人 他们可以明白透切 知道自己犯过错 不要放弃自己 让自己可以有一个机会 继续教育给自己 继续去走前 继续去走人生的每一步 而且我们不但在别人的身上 拿到一些机会 我们都要给一些机会给其他人 这个就是我希望 我们可以传达的信息 炮哥很多谢你 今次和我们聊天 多谢各位收看三少天地 希望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 在这里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